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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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了可以了 男子夜晚遭警方酒侧蓝茶 不过他尽是酒驾累贩 口袋的东西 车累 没有啊就 这边是手机嘛 是第一次 这么不信任我 自己向警方坦诚 酒驾早已不是第一次 任凭远警带上警车 22日晚间8点30分 在花莲市重庆路 这名周姓驾驶先是逆向 将车停在店家前与朋友聊天 离开时逆向跨越双黄线 巡逻车内远警发现 立即上前蓝茶 男子散发浓浓酒气酒侧值 0.57超标 当场被待反所侦办 唯一规定时路来车部分 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予以告发 周男坦诚自己驾照 甚至都还重考过 这下依旧学不乖重到复车 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 移送花莲地检侦办 记者刘锦娇 李廷熙花莲采访报道 欢迎订阅 Eliseo 岳� 启愧 schle 岳 我们 这 我们 这 一 by bwd6